喂李安 我覺得你剛剛在這個聊完你聽蔡依林專輯的感覺 你應該要當面再跟蔡依林說一次 因為你講得太好了 當面就不好意思吧 不好意思嗎 是真的很好聽 謝謝 好 我們讓這9點4先跟這個大家來打個招呼啦 兩個人初次見面嘛 對 因為其實我在私底下也很喜歡她的作品 那之前伴小型跟那種慢歌的時候有唱過她的音韋愛 然後覺得她唱歌很有炫爛能力 異象派的演唱會竟然能夠讓蔡依林出來幫你背書推薦 你要怎麼還人家 採受蟲若驚兒 那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回報 我不知道 你要怎麼回報 嗯 糟糕了 唱多一點歌在演唱會 哦 好啦 我是啊啊幫你寫歌 哦 因為你願意 幫你寫歌 因為其實Jolene你剛有聽出她的弦外之音嗎 他剛說你的專輯MUSE發行之後呢 他有去聽 因為清風幫你寫了很多歌 哈哈 好吃好吃 對 感覺她想要較勁 啊沒有啦 沒有嗎 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這樣喔 那你說清風這次幫Jolene寫了三首歌 那你下次要寫幾首還她 如果你願意錄用一首就可以了 你這麼客氣喔 半首也可以 對啊 哦半首也可以 對啊 人家不一定要啊 因為其實這次我有交歌啦 但是沒有被青賴 但是下次你可以寫四首歌跟清風尬一下 然後清風就再交五首回來 你就再六首還回去 然後Jolene就以雙CD的方式發出自己專輯 因為你們PK的太兇狠了對不對 對啊 不過我覺得真的啦 今天這個機會難得Jolene呢 好像有帶一份禮物來對不對 對 因為聽說她之前常在軍中唱我的一首歌 叫做舞娘 哎呦 舞娘日吧 所以那個要來交代 哇 這個是我們 要來傳承這個寶物 傳承這個傳家之寶 對 這個彩帶 哇 這是平常我不拿來分享的 真的 這是很貴重的東西 意義很重大對不對 對 所以 因為 呃 不好意思專輯沒有送你的歌 所以 就把這個彩帶給你 然後希望你在演唱會 如果就是賣得很好 或是即興想要來一個special的東西 你就把這個魔力法寶拿出來秀一下這樣 哇塞 維迪安 你可以創造一個邊彈吉他邊 插在後面 插著出場然後唱到尖奏就直接拿起來跳 所以 威迪安你想現場看一下Jolene的示範嗎 因為我覺得機會好難得 因為我已經 Jolene的那個演唱會真的是太厲害了 你可以在那間 對 怎麼樣做比較漂亮 又漂亮又實 我現在要一直轉啊 喔 一直轉 這樣好オシャレ喔 就是 或是這樣子 還是會害怕 然後就這樣開始這樣甩起來是不是 喔喔喔喔喔 感覺好像很輕鬆欸 我覺得看起來很輕鬆 對啊 我還沒有要求他劈腿這樣 然後這樣子下去 他是那個 他是門外漢啊 入手的新手 就是稍微客氣一點 對 這個其實還蠻好 蠻好操控的 喔 OK 對啊 真的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你要來啊 不如就直接試一下啊 就這樣這樣 所以畫八字 這樣子 畫八字之後畫圈圈 喔喔喔喔喔喔 好漂亮 好棒 那個那個秘訣是尾端不要碰到地上 尾端 尾端 喔喔 OK OK 這樣子 哇好漂亮漂亮 那 威里安那不如你也來那個好不好 這很簡單 讓老師在旁邊技術指導一下 而且久利安說很簡單 喔喔喔好棒好棒 有正統的感覺 有正統的感覺 正統 欸 纏在一起 對 很容易剛開始學的時候會 彩帶會纏在一起 對 欸 欸她不錯喔 有有有 哇哇哇 可以喔 確認你可以表演舞梁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這樣 為了回報 久利你要不要就是此刻宣布 你要在演唱會上面唱舞梁這首歌 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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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的曲目已經定了 安頭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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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可以啦可以改的嘛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改喔 因為我都是隨時改 你看看 喔可以隨時改喔 可以 因為我不常開唱 哈哈哈 今天還不足齁 OK對 可以 所以你也要這樣這樣這樣 甩吉他嗎 對啊 甩吉他太難了吧 好啦 那你要不要 要不要唱五年啊 一句話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 等一下跟製作人討論一下 好啦希望呢能夠在這個 維迪安的印象派上看到 你現唱久利的歌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就要這個掌聲 謝謝久利 謝謝久利 謝謝